法国媒体在8月初披露 法国北部一座城市安装中国华为免费赠送的监视器 此事被法国国家资讯委员会证实 报道说,华为所赠送的监视器有许多功能是非常有侵入性 甚至有违法的嫌疑 据法国一家独立调查媒体8月1日披露 法国国家资讯委员会曾在2020年的监督调查报告中 对法国北部城市瓦伦西恩的监视系统提出警告 隔天8月2日,各资保护主管机关CNIL也向法国媒体证实 在CNIL的报告中提到瓦伦西恩市加装华为在2017年赠送的智能录影监视器 有许多功能不符合比例原则 而这些监视器是从2018年便开始大规模在城市四周加装的 数目高达300多个 同时,该城市是法国第一个采用这款监视器的城市 根据CNIL在今年5月间寄给市长德卡勒 且由MediaPort取得的报告中显示 华为的智能监视器可以360度无死角进行拍摄 同时可以侦测到物品放置或拿取快递运动 及评估人群数量与密度 录取行人说话声音等多项功能 另外在报告中,CNIL认为 市级警察可以自动读取车牌号码已经构成违法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只有法国的国家警察和宪兵在获得批准时 才能进行调阅 同时,CNIL认为 这些华为智能监视器是非常具有侵入性 报告谴责该市并没有在安装监视器事情上 向CNIL委员会进行咨询评估和研究 是否应该用较低侵入性的方式来维持该市的治安 CNIL委员会指出 该城市所需要的监视功能 用这样的影像分析功能是没有直接的必要性 安装这款监视器等于让华为这个企业 在法国有了展示窗作用 法国电视三台在8月4日报道这件事情时说 华为在2017年免费赠送这些监视器 目的是希望把瓦伦西恩打造为第一个法国安全城市的实验室 报道中写道 这项先进科技让中国得以控制人民 法国电视三台还指出 在2017年以讽刺而闻名的鸭鸣报 曾提到这件事情过于巧合 2016年底 瓦伦西恩前副市长波鲁 被华为科技聘请为 华为在法国公司董事会董事 两个月后 瓦伦西恩就成为 华为测试录影监控系统的试点城市 反对使用这项设备的市政顾问兼市议员 特洛德克认为 CNIL委员会给的这项报告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在市政选举期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工作时 就有线人通过闭录电视图像处理中心 提醒我们要注意此事 特洛德克担忧地说 CNIL委员会所揭露的事情是令人不安的 这让人们感觉与中国市的监控很类似 是令人害怕的 这些监视器所提供的画面 有哪些人能够看 对方有宣誓保密吗 这背后用的是什么软体 对于这项调查 瓦伦西恩市长德卡勒 当时未回应法国电视三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